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吉拉 今天來到現場是賓士的A200Stand 這台車的定位是豪華小型房車 但在國內市場它其實沒有直接的競爭對手 因為你看目前A3Stand是暫停引進的狀態 當然你也可以去找到原廠認證的中古車 那BMW ECSStand它還不是全球化的車型 所以就國內市場來看的話 它最大的對手會是自家的C180 為什麼呢 C180它的標價雖然是201萬 但是23P的駕駛輔助套件 它是列為標配的 而A200Stand它卻是需要另外選配的 所以一來一往之後 你會發現其中的價差其實是比較小的 所以A200Stand到底有沒有辦法打敗C180呢 這也是我們今天想要找出來的答案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 三個值得買 跟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我們現在坐在A200Stand的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體的內裝設計 基本上跟其他的AXS 也都是相同的 整體都是比較偏向 精緻化、年輕化的風格來打造 所以賓士車該有的細膩質感 在這台車上基本上你也可以找得到 但缺點的部分也還是存在 比如說我們之前說過了 它的空調底座 你在按壓的時候它會有一些晃動的情況 這個小缺點現在也還是有 我們來看這台車的配備有什麼 首先方向盤它可以視像調整 可以上來也可以前後 不過這個等級 基本上我們也不強求是電動調整 方向盤上面有換檔不便可以使用 上面按鍵是依照不同的使用邏輯來去區分 比如說左邊的按鍵 上面這一排是拿來控制你的儀表板資訊 下面這一排是拿來控制你的ACC自動跟車 以及駕駛輔助機能等等 右邊的部分是拿來控制你的車載系統 以及你的音量、藍牙等等 那在左右兩側的上面各有個黑色的小方塊 我認為這個小的觸控方塊在使用上是相當便利的 你就可以上下左右按壓 就可以使用你所想要的功能 那右邊也是 攀岸桿的部分位於方向盤的右後方 大部分的賓士都是設計在這裡 那在方向盤的左側這裡配置了燈光控制的旋鈕 以及電子手煞車的開關 而在車載系統的控制部分 除了可以使用方向盤上面的小方塊 來控制之外呢 也可以使用安座的觸控介面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來去做切換 儀表的部分呢 它可以自訂的範圍其實蠻多的 除了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駕駛風格之外呢 左、中、右三個區塊 都可以切換成不同的顯示模式 你可以依照自己平常閱讀的需求來去做切換 那在車載系統的部分呢 我們先前已經講過 它的不只是螢幕夠大 亮度以及畫質部分呢 表現都是很好的 所以它有一個很好的閱讀效果 那在UI介面設計上呢 因為它也是比較偏素雅的風格 所以我們閱讀起來它是蠻舒適的 不會覺得說過於刺眼啊 甚至你會覺得說整個UI介面質感是不夠好的 在這台車上基本上是不會發現這些的 那上面有很多的功能 包含電話、收音機、媒體的切換 車輛的資訊等等 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在這邊調整你的座椅 這樣它有另外配備一個舒適模式 那你使用之後呢 你的座椅如果是有電動功能的話 它就會自己做一個律動 不過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不太喜歡彼此動來動去喔 那這套系統它除了它的功能相當齊全之外呢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它有支援Android Auto以及Apple CarPlay的功能 所以呢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機進行連動 去使用導航以及音樂等等相關的功能 通常介面的部分呢 位置設計算是蠻舊手的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也可以蠻輕鬆的去使用它 但是因為我們在按壓的時候 它底座還是會晃動 總是會給人家一個不夠牢靠的感覺 在Android的部分呢 大家比較知道的應該就是觸控面板 除了可以控制車輛系統的功能之外呢 我們在使用導航的時候 它可以拿來當手寫的輸入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去花蓮的話 就直接打個花 而且它出來還是有筆畫的喔 花 OK 來 蓮 蓮 這樣它就可以輸入花蓮 基本上辨識效果算是蠻不錯的喔 那在左邊這裡有個切換駕駛模式的按鍵喔 你可以選擇SPORT或是EGO等等 依照你個人的需求來去做切換 那這邊可以直接打開後視的鏡頭 右邊最上面呢是音量的旋鈕 那再下來這裡是導航的開關 然後你的訊源切換以及電話的功能等等 整體來說我認為這個介面使用起來也是蠻舊手的 但基本上我在開車的時候 還是會使用方向盤這個小方塊 因為它操作起來更為直覺 接下來我們看鬆納的部分喔 安座這邊有兩個自卑的機能喔 那這裡有一個12V電源 這裡有一個USB-C的插座 另外這台車上呢 它是有QI無線充電的機能喔 如果說你的手機有無線充電的話 就可以放在這邊充電 如果說打開之後 這個空間呢 雖然不算大喔 但是放手機這種物品也還是夠用 那裡面也有兩個USB-C的插座 手機槍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空間 其實還算是大的喔 另外呢 它把車主手車做一個隱藏式的設計喔 所以就比較不會佔到你的收納空間了 另外在電話板上面啊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Mercedes Mi的按鍵喔 基本上呢 就是你可以 透過電話秘書 請他幫你設定導航啊 或是你有緊急狀況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個SOS功能 它會即時通知警察等等 讓你的車輛獲得一個即時的救援 那在上面還有一個西頂式眼鏡盒可以使用 另外在這台車上 它配有全車的氣氛燈喔 我想對於年輕族群來說 這也是一個蠻不錯的地方 後座空間大麻 我們現在坐在A200Stand的後座 一坐進來馬上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頭部空間 相對來說是比較受限的 那即便我的身高並不算高 但頭部空間基本上已經快碰到天花板了 那西部空間呢 我們實際來量量看 對於我的膝蓋前緣 調一下角度 這樣量出來是17.6公分 算是還夠用的 椅背的角度我們剛才量出來是102.3度 雖然說是比較挺一些 但還不至於說到不舒服的程度 椅面的長度我覺得基本上是夠的 但是因為它的伸展空間是比較有限的 即便我的腳是伸到最前面的 但是我的大腿跟椅面中間 還是有一個空隙存在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獲得一個很完整的支撐性 那我們來看配備的部分有什麼 後座部分很可惜它沒有後座空間出風口 只有一個小的收納空間 但這個空間基本上放不了什麼 像手機放上去的話 基本上它是會掉下來的 下面打開之後 然後有兩個USB線的插座 這裡有一個小的收納空間可以使用 那後座地板面的隆起 它雖然是比較高的 但它稍微窄了一點 所以對腳部空間的影響是比較少的 真正影響比較大呢 是因為它的後座中間是比較高的 所以像我的身材坐在後座中間的話 基本上頭已經是頂到天花板了 另外還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後座的自備功能是比較有限的 那現在只有兩邊的車門是有自備的機能 那其他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說你後座要喝飲料的話呢 那就是不要帶太多在車上囉 行李箱夠大嗎 打開行李箱之後 我發現這個空間比我想像中再大一些 那我們現在這裡有三個行李箱 一個29吋跟兩個20吋的燈機箱 再來看看它可以都放進去喔 然後我們大先來 它深度其實是還不錯耶 OK喔 然後20吋的 20吋我們剛才試過 雖然下面可以推到最裡面喔 但上面的部分呢 它只能大概到這裡 那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三個行李箱都放了進去喔 如果說你想要裝一些長型的物品 它的後座椅背也有424分離的機能 我認為就這個空間來說 你要當作日常用車 或是偶爾出出遠門 基本上也是夠用了 在駕駛事業的部分 在車裡坐進來之後 除了會覺得頭頂稍微壓迫一點以外呢 它其實整體的駕駛事業感 都算是開闊而且清楚的喔 尤其是A柱這邊啊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來的壓迫 我認為整體的距離感 都是相當容易掌握的 在動力銜接性的部分呢 首先我們看增壓引擎喔 它本身會有一點點的 或有直至現象喔 不過就一般日常使用的需求來看的話呢 它其實不會很明顯喔 那變速箱本身呢 的反應也都是相當順暢 而且出力直接的喔 但這個變速箱有個小缺點喔 就是每次起步的時候 那在離合器接合耐沙達 總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頓挫喔 那你在開的時候 起步記得要和緩一些 在煞車的設定部分啊 本來我們預期這是一台比較偏運動化的車型喔 它的煞車設定可能會比較偏緊一點 但我們實際使用發現啊 它基本上還是相當容易操作的 而且它比較符合我們日常用車 所需要的細膩度喔 我覺得整體來說 煞車算是滿好控制的一環 在乘坐舒適性的部分 我們先講隔音喔 畢竟它還是一台豪華品牌的車款喔 所以我們對於它的隔音表現 通常都會有著比較高的期望 所以當你仔細用華爾品牌的水準去檢驗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的隔音水準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第一個是它的車式隔音 並沒有像西卡S或是一些傳統冰式房車那麼好 再來就是它底盤的噪音 其實傳進來車式是滿明顯喔 另外呢 當你引擎轉出拉高之後呢 引擎產生的噪音也是算滿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對隔音很要求的人 那麼我覺得這台車它可能就不會及格了 在座椅的設計部分 這個椅子它雖然一開始坐 你會覺得好像偏硬了一點喔 但因為它可以調整的方式相當的多喔 基本上都可以調整到符合你的身形喔 所以我覺得它的支撐效果真的是還滿不錯的喔 相當適合長時間乘坐使用 在底盤的設定部分呢 由於它本身就是比較偏運動化的設定 所以你坐在這台車裡面啊 你會發現它的路感確實是比較強的喔 它整體的底盤溫潰也是比較直接的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綠針效果也就比較不知那麼足夠喔 所以你如果常常要在長輩出門的話呢 那麼難免還是可能會被碎唸一下喔 該買這台車嗎 總結之前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節目是現代的Velast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的話呢 到底在A200 X10身上會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我們要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 小排氣量引擎設定 過去如果我們購買豪華品牌車款的話呢 往往就會跟高持有成本畫上等號 但是A200 X10身上它因為搭載了一具 1.3升的溫潤增壓引擎 這具引擎除了跟七速自首手排搭配之後呢 可以達成0-100公里8.1秒的成績之外 這個極具的稅金優勢啊 每年只要繳1萬出頭喔 所以對於年輕族群來說 真的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 第二個有一點 駕駛樂趣豐富 當我們把對手瞄準到自家的C180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兩台車其實是有著截然不同的設定喔 在西卡爾斯身上呢 它本身是比較偏沉穩 而且注重舒適性的設定喔 但是在A200 X10身上 它的底盤設定是比較偏向運動化的 再加上它也有著精準的轉向特質 所以就操駕樂趣而言啊 A200 X10還是比較出色的 第三個一點 擁有品牌優勢 雖然A卡爾斯 X10在目前的國內市場 它是沒有直接的競爭對手 但是我相信啊 許多人之所以會考慮這台車啊 賓氏亮眼的品牌形象 絕對功不可沒 這也是所有A卡爾斯車系啊 天生就擁有的產品優勢 那麼需要考慮的理由又有哪些呢 第一個理由是隔音表現一般 當我們要選擇一台豪華品牌車款之前呢 自然就會對它的隔音表現有著更高的期待 因為在傳統印象中啊 平價品牌跟豪華品牌車款啊 隔音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分水嶺喔 但很可惜啦 在A200 X10身上呢 它的整體隔音表現啊 跟吸開的相比啊 還是有一段差距喔 這部分大家要心理準備 第二個理由 後座不夠舒適 就日常用車的標準來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 A200 X10的後座空間啊 基本上還是算在足夠的範圍內喔 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它的腿部生產空間是比較不足的 椅背的角度是比較挺的 另外呢 後座的路感也是比較偏明顯一些的喔 因此就賓士的標準來看啊 我認為這台車的後座舒適度 還是比較不足的 第三個理由 23P需要選配 目前A200 X10最大的競爭對手 就是自家的C180了 但是呢 它又沒有像CLA一樣喔 有著相當明顯的四門Coupé定位 所以當我們去比較這些車的時候 自然就會把CP值納入考量喔 但是光是23P駕駛輔助系統 需要選配這一點的 就讓它在CP值方面沒有什麼優勢喔 如果說你是一個重視CP值的人 那麼這一點確實是應該好好考慮一下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大家再自己衡量看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7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這樣我們新影片上線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訊息 我們下次見